大家好,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跟我一起來玩薩達無雙災厄啟示錄 我是惠惠,這期的影片裡面我們要介紹達爾克爾的所有的招式 那達爾克爾跟其他角色一樣,按Y是輕攻擊 那如果連續按Y的話會有連續攻擊 那他的話只需要一招就好了,就是按X 如果你按一下X的話,他會滾起來 不過如果你長按X的話,他會先續集能量,然後再滾起來 事實上達爾克爾只要這招就夠了 因為他長按X的過程中可以把旁邊的怪殺掉 真的啟動滾動的時候也可以殺其他的怪 那達爾克爾最有名的就是達爾克爾的守護 那在薩達無雙裡面也有這一招 如果你按ZL的話,就可以啟動達爾克爾的守護 像這樣,你一啟動的話,怪怎麼打都打不死你 就這一招,比方說我們到怪的前面,然後按ZR 等怪打你的時候,打完你 你再打他 下槍,就這一招 他打你的時候按ZR 保護自己,他打完你以後 再打他,然後猛擊他 就遇到什麼怪,什麼壞人,什麼敵人的話 都用這一招 完全不會受傷 那達爾克爾基本上就這兩招 按X一直滾動 那另外一招就按ZL 防護自己,達爾克爾的守護 等到敵人露出破綻的時候 K他,然後敵人完全已經被破防以後 就按X去攻他就好了 那如果你覺得這些招數用很膩的話 你可以按Y然後X 按YX的話 就會有好多岩石 這時候你按ZR可以活化岩漿 就是爆炸的意思 然後再按ZR,再一次爆炸 像這樣按YX 爆炸 爆炸 這一招 那達爾克爾還可以按兩次Y 再按兩次X 像這樣YYXS 他就會造出一個岩漿 一條岩漿 然後按ZR,讓岩漿爆炸 好,這邊YYXS 然後爆炸 強嗎? 那如果你按兩次Y,兩次X 除了可以知道這個火山可以爆炸以外 你可以滾到火山的山脈上面 比方說像這樣 兩次Y,兩次X 然後開始滾到火山上面 按X 滾到上面的時候 在空中 然後按X攻擊 那達爾克爾的另外一招 是按三次Y,然後按X 三次Y,X 會拋出一個大火球 蠻帥的 三次Y X 賺怪獸一個火球 那達爾克爾的炸彈跟其他人不太一樣 你可以按R,然後按Y啟動炸彈 炸彈 炸彈啟動完以後 還會有好多好多的岩石 再按ZR 把他們啟動 然後再按ZR啟動兩次 我可以炸超多人的 那達爾克爾的禁止器也是超酷的 你知道他在怪的附近 然後 按R以後 按禁止器 按X 他會發一個大火球 把他們都炸死以後 還有一個 岩漿在後面 按ZR啟動他 那達爾克爾要動用實力的話 可以按R以後 按B 就可以動用實力 那達爾克爾的冰術攻擊也很厲害 按R以後 按A 這個時候達爾克爾會飛起來 飛起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空中攻擊 按YYY 然後按X 比方說我按R以後 按A 飛起來以後 按Y Y Y X 按Y是空中攻擊 按X就是打下來的感覺 達爾克爾也有大招 他發大招的話 就是按A 大招調存好以後 按A 他大招也很強 好 這樣就再見了 好像是火焰法師 我按ZL 完全打不到我 等他露出破綻的時候 我再攻他 想想 發射完以後 他露出破綻 我再攻他 超簡單 超簡單 然後按X 猛擊他 就這招 好 前面有超多塊 一向你丟東西 你就按大克爾的防護 然後給他們一個高興一點的 火焰 沒錯 不要忘了 你還可以按S滾起來 那達爾克爾跟其他的角色一樣 往前走走久的話 會跑起來 達爾克爾跑起來是滾 滾動 滾動的話 如果你輾到一些怪的話 怪好像會被你打到 可是這樣的攻擊 我發現 怪不會受傷 你這樣怎麼滾他都不會死 我覺得這攻擊是有夠慢就對了 雖然比較有趣 那在他跑起來的時候 如果你按X的話 他就會彈跳攻擊 這個是真的可以殺到人 不過我覺得這個攻擊也是超弱的就對了 那如果正確時間按B的話 達爾克爾也可以觸發子彈時間 達爾克爾也可以動很多法杖 按L以後 你就可以選你想要哪一種杖 來火焰杖來一下 或者來一個電杖 或者來一個冰杖 那以上就是 英傑達爾克爾所有招式的介紹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來做更多更多 跟薩達無雙 災熱騎士路相關的影片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